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参见公主 轻柔 轻柔 那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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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我们现在只做普通的朋友 就像以前那样 轻轻松松快快乐乐的 好吗 好 轻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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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 皇上 孔双双有事要报 不见 可她说 好像是秦柔姑娘有音讯了 让她进来吧 是 免你参见皇上 你可知道秦柔的去向 不知道 但我知道 是独孤元救走了秦柔 你说什么 独孤元对秦柔 其实一直都有意 所以才会安插我在中间 一直离间你二人 包括谢言辰 都是她的棋子 她一直都在利用我 先是把我放在谢言辰身边 后又叫错谢言辰把我送到你的府上 这一切的一切 都是她精心策划的 如今 她借我已经没有了利用价值 便想要抛下我 就像抛弃一颗棋子一样 放肆 一派狐爷 给正国出去 皇上 双儿所说句句属实 皇上如果不相信的话 大壳抓到独孤元 当面问清楚 我 滚 把你来 我 还好 还好 用 你们 你们 不行了 不行了 我真的走不动了 是你叫我出来沉运的 怎么 才走了一个山头 你就不行了 我跟你可不一样 你是习武之人 你走三个山头都没关系 好吧 既然累了 那你就休息一下 我们一会儿再走 能不能不走了 我身体还没好呢 让你每天徒步行走 就是为了锻炼 这样你的病会好得快一些 再坚持一下嘛 好吧 我把药材都放在这个镯子里面 只要你每天带着它 身体一定会好得快一些的 药材还能放进镯子里 第一次听说 这可是我们明炼宫的独门绝技 那你们明炼宫的绝技还挺奇葩啊 奇葩 奇葩 可恶 清荣 这个镯子你可一定要收好 只要你带着它 就能让明炼宫所有人都听你的号令 他们拼了性命都会保你周全 就算将来我有什么意外 你都可以随时号令明炼宫上下 是哀家糊涂啊 听信了谗言 哀家对不起齐儿 更对不起尘儿啊 若不是哀家 诚儿也不会一时糊涂 铸成大错 被变为庶民 流落在外呀 这一切都是我这个做母亲的错 好在齐儿他是个好孩子 相信他将来也一定是一位好皇帝 皇上 查到了 在哪儿 就在那名山脚下 藏于明炼宫中 难怪扔了这么久都没找到 果然是明炼宫中的人 你可还查到别的 回皇上 明炼宫虽然是近些年 才在江湖上崛起 但是实力不索 尤其是明炼宫的宫主 据说他的武功高强 神出鬼没 这么多年来 都没有人见过他的真实面目 倘若 真是那独孤元节奏了轻荣 那他 那他就是明炼宫中的人 可还不止 明炼宫公主 平日喜欢吹枭 一只羽枭能射人心魄 你的意思是说 这独孤元就是明炼宫的公主 是 好 好你个独孤元哪 藏匿于朕身边多年 朕却毫无察觉 究竟异于何为 皇上可还记得 独孤元曾和你说过他的身世 朕还记得 他说他一家人被奸人所害 只有他一个人活了下来 莫非朕就是他的仇人 可朕并没有做过杀人灭门的恶行啊 皇上的确是没做过 可先皇先祖们呢 你究竟想说什么 据明山探子汇报 他们曾抓到过明炼宫的人 言行之下 明炼宫的人说 你们居然供奉着前朝皇帝的牌位 朕明白了 难怪这独孤元与朕之间总有一种说不出的书离开 原来这独孤元从一开始就是为了复国而来 这么多年 我视他为兄弟 为知己 却万万没有想到 他无时无刻不想取皇上的性命 夺走江山社稷 照此说来 皇上已经知道明炼宫的位置了 不错 如果此次皇上决定攻打明炼宫 我想请命去做先锋 不妥 我觉得此事不是攻打明炼宫的时候 皇上刚登基不久 先应该稳住朝纲 而并非大兴武力 如果为了区区一个江湖门派 而动用了大量兵力 必将会引起满朝文武的不满 四王爷虽然说得有理 但是恐怕皇上是非拿下不可 我知道 三嫂至今生死未卜 难免皇兄会急于攻打 其实我也想早点找到他 但是三哥已经登基 有些事情也是身不由己 他不能再像以前那样 不顾后果的意气用事了 四王爷不必过于担心 皇上他自有分寸 其他事情我不担心 可是事情一落到秦柔身上 他就没有什么理智可言了 说来也是 你我一定要阻止皇上 到时候我一定要去当先锋 但愿我能劝得住吧 不会说再不说 也不说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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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Now publication 臣弟参见皇兄 免了 来得正好 正有要事与你商议 皇兄说的可是 讨伐明面宫一事 你都知道了 皇兄 臣弟觉得 讨伐明练功 不用急在一时 我们当务之急 先要稳住朝纲 现在动用大量兵力 会引起朝廷上下的不满 况且那明练功 威震武林 讨伐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到那个时候 大量的死伤 也是不可避免的 皇兄 还请三思啊 看来你是不会帮我了 那就不必多说了 你走吧 皇兄还是听臣弟一句劝吧 明练功日后再处也不迟啊 不可 这独孤元既有复国之心 朕就留不得他 臣弟以为 皇兄这么急着去讨伐明练功 其实是为了情柔 并非其他 朕没有 怎么美护 皇兄 你就是太要面子了 你害怕受给了独孤元 就失去了尊严 住口 我看你是太过放肆了 皇兄 你看你现在为了情柔 你都失去理智了 你可是当今的皇上啊 你怎么能如此任性妄为呢 是朕要任性妄为吗 讨伐明练功 绝其后患是任性吗 找回朕心爱的女子 也是任性吗 朕若是任性 当初就不会做这个皇帝 皇兄 好了 先下去吧 朕想静一静 臣遵旨 一个丁老头欠我两个鸡蛋 他说三天还 我说四天还 绕了一搭圈 门 你来了 你快看我画的画 你画的 这是你祖父吗 不是啦 这是丁老头 你过来坐下 我来教你画 特别简单 丁老头 一个丁老头欠我俩鸡蛋 我说三天还 他说四天还 绕了一大圈 买了三根韭菜 花了三毛三 简单粗暴吧 晴柔 其实我想问你 这段时间以来 我对你怎么样 你也很清楚 现在 你的心理能容下我吗 毒姑 你现在能不能 不要问这个问题 如果 回到最初 我们刚认识的时候 你还会选择 细言棋吗 毒姑 你今天怎么这么奇怪 敬问一些不可能的事啊 世界上 有钱也买不到的 就是后悔药了 如果我能选择的话 我选择我从没来过这里 清荣 你今天为什么不戴镯子 我洗澡的时候 把它摘下来了 怕坏了 镯子 是不怕水的 你还是戴着吧 对身体有好处 好吧 那你先忙 我先走了 世界还真奇妙啊 镯子还能治病 尊上 什么事 宫里传来消息 皇帝已经派了官兵接近这里 可能近期就要攻打鸣炼功 终于来了 吩咐下去 做好应战准备 是 对了 还有 不要生长 一定不要让清荣发现有任何的异样 是 属下这就去办 皇上 皇上 是不是有什么心事 今日 四弟来找过朕 劝朕不要讨伐明炼功 其实我也知道 他这是为了江山设计的稳固着想 那 皇上是答应了 朕没有 但是他的话不是没有道理的 皇上 明炼功是非法不可的 若不趁早除掉 倘若日后他逐渐壮大了 若想再去讨伐 那可是难上加难了 可是朕也不能不顾朝臣的反对 一意孤行啊 皇上 留明炼功必定后患无穷啊 若朝臣执意反对 臣妾愿意一己之力 保我江山稳固 臣妾 臣妾可以以死明之啊 皇上 为何这样看着臣妾 朕记得 你以前性子一向谦和 而且从不理会朝事 为何偏偏今日 对讨伐明炼功一事 如此伤心 态度如此坚决 皇上也说了 那是臣妾以前呀 臣妾毕竟遭逢过巨变 方知 害人之心不可有的道理 但是 防人之心也不可无望 恐启 现在臣妾贵为皇后 理应为皇上分忧 为江山社稷尽忠 既然 那明炼功 威胁到江山社稷 和皇上的安危 臣妾就算是拼了性命 也愿为皇上 除掉这个心腹大患 皇上 你应该知道 在臣妾的心中 你是最重要的 也罢了 不过随后一问 你无需如此伤心 不过 于公于私 这明炼功 朕都留他不得 于 独孤元 朕视你为知己多年 你就是这样对待朕的吗 谢炎启 这就是你我的宿命 既然这样 我也不会手下留情 今日我们就来做个了断吧 好啊 我也正想会会你呢 你们都听着 今日 是我与独孤元二人之间的事 没有我的命令 谁也不许出手 皇上 这是圣旨 是 是 臣遵旨 你们也都听好了 今天我要是死在她的剑下 我明炼功从此绝技江湖 你们保护好野姑娘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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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换生什么事了 朝廷陪妹妹为奖 皇帝与下亲征 姑娘你快回去吧 皇上来了 那独孤元呢 尊长已在外迎战多时 他们也打了好几十个回合了 哎呀 这个镯子 是母亲传给当家媳妇的标志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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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也 有 人 或是 快 这 你 快 人 我算如何处置他 你觉得我应该如何处置他 虽然我已经与他恩断义绝 此生不再往来 但是还请你放了他 因为他毕竟是当今圣上 而且 他还是一位爱民的好皇上 倘若你杀了他 那就是冒天下之大不韦 就算有朝一日你当上了皇上 那天下的百姓 也不会被你折服 到那时 你的江山还是坐不稳啊 你是在关心我吗 当然是 我知道 你是怕我跟他旧情复燃 你放心 你若放他走 我定会留在明炼宫 此生不再与他相见 此话当真 当真 我发誓 我 我不用你发誓 我相信你 我答应你 我会放了他 真的 我说了 我看我 是啊 是啊 好 太远 太远 快走 快坐下去 三二一开始 我们是两家少女的 好 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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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开始 哇 来来 琪 坐上脚 坐上脚